今天這一場 我說真的 我們全台灣各地 這一陣子大家出來 聽阿伯 然後希望司法公正 希望國家的 民主的根基 至少不要被掏空 不要把我們傷痠 這些場合 我很不客氣的說 其實我們今天都沒有 沒有必要在這裡對不對 但是有一個 暴政的政府把我們逼出來了 剛剛甄宇說到 我去北檢提告 北檢泄密 前幾天你們看到那個 新聞稿了 三立的記者傳去了 結果咧 啊 發那個新聞稿 我跟你說 他們初步查證 沒有什麼不法 沒有什麼泄密 我不好意思問你們的感受 但是我跟大家 實際報告我的狀態 我是唯一的告發人 對吧 你們辦這個案子 好歹要傳我去問一下 對吧 我甚至告訴他們 連新聞跟民進黨的臉書都在 用上級指導員的身分 告訴大家北檢辦的沒有錯 北檢的違法搜索沒有錯 他有傳我去問一下嗎 沒有 沒有咧 他發那個新聞稿你覺得合理嗎 沒有 但是他心裡頭沒有名義 他也不在乎老百姓怎麼想 他今天要的就是 司法必須捏在他手上 搓圓捏扁 就是要他要的那個形狀啦 我們今天很開心 大家來這邊 我們沒有坐在家裡頭哭泣 我們一起奔跑著哭泣 這樣還高興的起來實在很奇怪 但是我是高興的 因為我們在成長 我們在蛻變 過去的這一段時間 我更多的時間放在 所謂的反省以及檢討 還有更多的期待在未來 我們今天出來在這裡 坐在這邊 然後外面多少人在善笑 旁邊多少警察先生在給我們全程錄影 你以為是在幹誰 各位 我們必須 裝盡自強 處面不盡對不對 我們要用現在 最順的 這個 吳皇賴清 最喜歡的那個調調 我要來跟大家問一些東西 好 民進黨真阿爸有嗎 有 政客 若無天良 怕孫島代代出獎玩 有嗎 有 真靠的你們都來 我們今天說真的啦 我們今天來坐在這裡 好多年輕人 也有好多跟我年紀差不多 甚至還有大我一些的 大哥大姐來這裡 還帶著小朋友一起出來 各位 我自己女兒剛上國中 我還有外甥讀高中 這個學期開始 公民課 老師都已經拿出來 給大家做案例討論了 為什麼可以這樣抓柯文哲 能夠這樣抓嗎 我告訴大家 連中學生都看不下去 而全台灣 所有政治人物 只有柯文哲 在中學生 小學生的生活範圍內 有被討論的空間 大家知道嗎 我們要有信心 我們只要敢堅持 我們只要肯努力 我們一定可以走到 我們要的那個美好台灣 對不對 各位 你們既然都說對 我們大家就一起來做一些事情 我相信有朋友們 在學校讀大學 我相信有老師 在學校教書 我也相信我們百工百業 有環保相關的 學者也有 有很多實際參與 各個角落工作的人 今天我們齊聚在這裡 拜託大家 我們民眾黨到現在 小草們 有自己的環保團體嗎 還沒有 我們有自己的勞工團體嗎 還沒有 我們有自己的學者交流平台嗎 還沒有 所以人家欺負我們 糟蹋我們 是看我們沒有 各位 你們每個人都有 手機上面 LINE的群組 你都有很多的朋友 我跟大家講 你今天組一個協會 組一個社團 只要二十個人 就可以創婚 今天坐在這邊 現場就 上千人了 我們組不出來 十個二十個環團 農團 勞團 是我們自己 不建立 人家欺負我們是 可愛的角落生物 沒有戰鬥力 很可愛 但是人家不怕你 今天 賴清所帶領的這個 率受十人的民進黨政府 就是欺軟怕硬 我們今天立法院 退回了 卓榮泰的預算 我們等一下很多立委 在這邊上台 大家要給他們拍手 好不好 好 我們做他們的後盾 好不好 好 我們要一起努力 各位 明天 不太遠 但是曙光 還沒有出現 剛剛跟大家互相勉勵 或許也出了一些功課 我們自己 組成一些團體 然後跟我們的各地方黨部說 我們這邊有一撮人 我們這邊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們這裡有一塊農地 被拿去變更鋪太陽能板 我們的家園被迫害 我們看到了 民進黨很好的建商 交情很好的建商 又在這邊 給我們弄了一塊兩千多坪的土地 蓋起來的容積率比國賓還要高 地下六層 地上三十三層 他這個建設公司的總經理 之前還是民進黨都發局長退休 可以去當總經理的 這些事情活生生發生在我們高雄市 有大哥告訴我 要跟國昌講 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這是大家的事 我們都要努力 一起往前走 各位 往前走是很累的事情 因為這麼多困難 這麼多善笑 這麼多霸凌 連我們的小草 都有被欺負到 我們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他們還繼續不改 但是我們堅定意志 往前走好不好 好 路在場我們都一起走好不好 好 說好的都要負責 謝謝大家 謝謝 再次熱烈的早晨 謝謝黃哥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曠光清爽高防曬凝露